奔纳摆在前头的路程讲到记录第二十六期,读经西伯来书十二章一至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在西伯来十一章里,说到亚伯,以诺,以及许多的古人,说他们因着信如何如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一件顶紧要的事,就是基督人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就是信心,在本书二章三节说到一个大的救恩,这救恩不是得救的救恩,乃是说到进迦南,就是与神的儿子一同进国度, 在这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这是天国的福音,神是把两件事放在人的面前,第一,将永生放在罪人面前,第二,将国度放在以德永生的人面前,信的人有永生,但是,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武二十,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七二十一,这给我们看见,得永生只要相信,进国度,却是另外有条件的, 一个人一得救之后,神就把他摆在一个路程里去奔跑,基督徒的一生,乃是一个赛跑, 这个赛跑并不是围着的永生,并不是说赛圣的人才能有永生,反之,乃是已经的永生的人才能赛跑,这个赛跑的结局,就是有的人得着冠冕,有的人得不着冠冕, 灵前九,冠冕是什么呢?冠冕就是国度的代表,冠冕就是做王,掌权,得荣耀的代表, 得着冠冕,意思就是得了国度,与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得荣耀,得不着冠冕, 意思就是得不着国度,不能与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得荣耀, 冠冕乃是国度的记号,基督徒的得永生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他们的得国度是要看他们如何奔跑而定, 人一得救之后,神就把他摆在这个直望着国度的路程上去奔跑, 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一切都与他将来能否得到国度有关, 不来奔跑的人,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的国度,奔跑不好的人,乃是自己耽误自己得国度, 神已经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这条道路上了,至于得着国度与否,那是基督徒自己定规的了, 他的舍弃,他的奉献,他的忠心,他的得胜,要帮助他做个的冠冕的人, 而那些贪恋世俗,随从肉体的人,都要看现他们,虽然已经靠着主耶稣得了永生, 然而天国还不是他们的,西伯来十二章一节所说的, 见证人是指着什么呢?按字面看,好像就是指着十一章所说的那些大有信心的人, 但是,实在说来,不是指着那些人,乃是指着那些人的事情, 这里的见证人,按原文是语行传一章八节,二十二节,二章三十二节等处的见证同一个词, 所以也可以一做见证,神的话是说那些人的事情所得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这许多见证是证明什么事呢?是证明神这魔大的救恩。 来二章三道四,这魔大的救恩,不只是罪的赦免,更是指着国度, 国度就是我们奔跑的目标,神给我们这魔多的见证, 唯要鼓励我们度信心的生活,来奔跑这个路程,来得着国度的荣耀。 在十一章里,那些信心的伟人所直接信的,虽然不都是围着国度, 但是,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的路程,他们那样不顾一切的相信, 就是他们脱离一切来奔跑他们的路程, 他们所直接相信的,已经得着了,如有的被提,有的得地,有的复活,有的免灭亡, 但是,这些并不是神所应许最后要给他们的,他们因信所得的一切, 不过是证据,证明他们也要得着神所应许的国度,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全。 来十一,这是说什么呢?是说国度,他们已经得着证据了, 这证据,就是神证明他们将来必定得着国度, 许多的见证,就是神因许多人的信心所赐给的恩典, 神已经这样的听祷告,行神迹来证明他们这样的奔跑路程是他所喜悦的, 国度是他们所必有的,我们因为有了这许多的见证, 就必须奔跑这信心的路程,神把国度放在我们面前, 神把一个路程给我们去跑,跑完了,就要看见或是失败,或是得胜, 得胜的就要与主一同作王,失败的,得救是得救了,但荣耀与他无分。 路易精摆在这里了,要跑的人,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重担可依座重量编辙柱,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跑, 有两件最要紧的事,就是一,放下重担,二,脱去罪, 我们先说脱去罪,罪是罪会拦阻人进步的, 罪会使人失去奔跑的资格,罪就是犯规, 犯规的人是不许他赛跑的,犯规的人是要叫他出场的, 信徒应当脱离,弃绝他所已经知道的罪, 不论是嫉妒,骄傲,心中的污秽,口中的谎言, 急躁的性情,放纵的私欲,都会使信徒不配做个赛跑的人, 失了赛跑资格的人是没有可能进天国与主耶稣一同掌权的, 信徒必须站在罗马六章六节,十一节上面, 算自己,向罪已经是死了, 信徒自己也必须去决罪,不让罪做主, 并将之体现给神作义的器具, 所有得罪神的地方,都得真实地承认过, 悔改过,弃绝过,而得着神的赦免, 没有一个不平安的良心是能奔跑前面的路程的, 我们不应当有为弃绝的罪,以致长久地觉得良心有亏, 我们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也必须好好地向人认错, 如果在物质上有亏负人的地方,也得按利之所能去赔偿, 不应当有什么对人不起的地方没有弄好, 不要怕损失,不要怕丢脸,不然,你就不能奔跑这个路程, 我们更当注意,有的罪的面貌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不堪, 它很容易诱惑我们,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来十一二十五, 可见罪还有可乐之处呢? 有很多的罪是令人畅快的, 人的肉体喜欢犯罪,因为罪是可乐的, 但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是宁可受苦害,受凌辱, 却不愿享受罪中之乐,我们应当拒绝罪, 不然,我们就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进国度, 再说到放下各样的重担,重量,什么是重量呢? 重量不一定是罪,不一定是最不好的, 但是,是容易缠累我们的,不出去罪, 就失去跑的资格,不放下重量, 固然有资格可以跑,但必定跑不快, 我们即使看见人穿了皮袍, 披了大衣,去赛跑呢? 凡叫我们跑不快,拦阻我们进步的, 这就是重量。 十九世纪,有一位主所大用的人, 他曾花许多功夫,编著了一本西伯来文字典, 写好了,就送给他的朋友们看, 朋友都大家赞许,以为这书一出版, 他就成为有名的学者。 但是,这位弟兄却将书稿烧掉了, 他说,在编著时,已经减少了爱主, 爱人灵魂的心,印书校稿更要废许多力量, 所以不如烧了。 印书校稿并不是罪, 在他却是一个重量, 他脱离了他的重量, 有些事虽然并不是罪, 但是在我们身上是不是重量呢? 这些事会不会帮助我们前进呢, 凡会拦阻你前进的都是重量, 就是一一一时都可能成为你的重量。 如果你去赛跑, 有人请你去吃一碗面, 或者请你穿上一件大衣, 你想能不能这样去跑呢? 所以, 我们不止应当除去罪, 也应当放下重量。 如果有重量, 就必定跑不好, 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有重量, 罗德本不是一个坏人, 乃是一个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一人, 比后二期, 可是他的生活和亚伯拉罕不同, 亚伯拉罕是住在旷野里, 罗德是住在城里, 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 罗德是住在房子里, 这是他们的大分别, 一是轻生, 一是有了重量, 有了重量, 虽然可以跑, 终止要失败, 而跑不动了。 马可四章十九节所说的, 我们要注意, 主没有说因犯了罪的不能结果, 乃是说, 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能使人不结果, 不必犯罪, 只要一点世上的思虑, 就会叫你不结实, 钱财固然不是罪, 但钱财, 不能像两个翅膀那样帮助你飞, 凡打算做财主的人, 他必定跑不好, 凡是神所给我们的本分, 我们就应当尽力去做, 但我们的心若被什么累住了, 我们就要跑不动, 重量不是罪, 重量在许多时候是合法的, 但是它到底是个重量, 会减低你前进的速率, 也许你的重量是一个舍不得的朋友, 是一个追求中的地位, 是一点属世的雄心, 是一间可留恋的房屋, 是一碗可口的小菜, 是一件华丽的衣裳, 这些东西和千百其他的东西, 虽然不是罪, 但会拦阻你火速地奔跑, 所以, 我们应当自问, 有什么罪使我不能奔跑呢? 有什么重量阻碍我快跑呢? 罪叫你没有资格跑, 把你从赛跑场中隔出去, 重量叫你跑不好, 叫你空非气力, 什么是你特别的罪呢? 什么是你特别的重量呢? 我们要搜出这些罪来, 减出这些重量来, 在这条路上跑的人, 不只应当脱去容易缠泪的罪, 不只应当放下各样的重量, 还应当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何以虚存心忍耐呢? 因为赏赐不是在一起投就给你, 也不是在中途就给你, 乃是在路中才给你, 乃是在跑完最后一步才给你, 起投虽好, 中途虽好, 但未必至终能跑得好, 起投的胜, 中途的胜, 最后也得胜, 才算得胜。 没有到终点已先, 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是必定的赏赐的, 也许在最后的五步失败了, 有一次二百公尺的赛跑, 有一个人起头比别人快了二十公尺, 岂止跑到离中点, 不过只有二公尺竟然跌倒了, 如果要得胜, 你就当小心, 没有到终局, 就不能说你必定得着。 保罗上且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肥三十二, 何况我们呢? 什么叫做奔呢? 奔不是站住, 奔不是安不虚行, 奔是往前快跑, 奔是要用最少的时间跑最长的路, 就是要跑得最快, 因为赛跑的人多, 你要得着冠冕, 就得跑在前面。 我们的剩与否, 是在乎我们跑得快慢如何, 我们如果空花时间, 无谓的逗留, 就必定失败。 我们是奔那摆, 在前头的路程, 只奔一条路, 就是摆在前头的路程, 你不能拣选一条你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去奔, 你要奔神所摆在你前头的路程。 在运动场中赛跑的人, 有谁敢跑出划定的路线之外呢? 他们只能跑在划定的路线里。 这就是提后二章五节所说,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就不能给冠冕的意思。 最可惜的, 就是有许多基督徒奔跑得很热心, 却没有奔跑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自己的热心, 劳苦, 活动, 并不能代替神的旨意。 一切在神的旨意之外的奔跑, 都是引到损失的。 神把路摆在你的前头了, 你必须跑在这条路上, 才能得着奖赏。 我们的脚要跑在神所划定的路线里, 我们的眼睛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来十二, 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可一作忘断, 以及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意思是你对于别的一切都忘断了, 而去忘耶稣。 别的都不忘了, 唯去忘耶稣。 唯有仰望他, 我们才能笔直地跑。 周围有很多的事情, 要影响我们的视线, 改变我们的目标, 我们唯有仰望耶稣, 才能有时有钟地奔跑在神的道路上。 祂是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 我们的信心起手于祂, 拮据于祂。 我们所信的只有祂而已, 我们一次在主里面了, 我们就要常住在主里面。 我们所思念的应当只有主耶稣而已, 就是圣洁, 得圣完全的爱, 圣灵的进, 热心救人, 属灵的征战, 也不应当夺去我们的心。 一切的始终都在乎主耶稣, 我们的信心是以祂为始, 也是以祂为终。 除了祂之外, 我们不应当仰望别的。 我们若只仰望主耶稣, 这些圣洁, 得圣等等就要很自然地 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 若在基督之外有所追求, 那都是使我们的道路弯曲的。 在属灵的路程上, 必须求神起誓给我们看见 什么都是在基督里的。 赦免, 称义, 重生是在基督里, 圣洁, 得圣, 圣灵的充满等等 也都是在基督里。 什么都是基督, 祂是始的始, 祂是终的终, 祂是阿拉法, 祂是俄梅卡, 我们的一切都在乎祂, 离了祂, 我们就不会奔跑前头的路程。 忘断是仰望主的先决条件, 我们若非先有所不忘, 我们就不能仰望主。 在路上奔跑的人, 如果东张西望, 就必定跑得不好, 或者跑错了路, 或者静止于完全停步, 所以神叫我们不忘别的, 指望主耶稣。 不止如此, 就是我们里面的回想, 也是灵程上很有害的一件事。 自己回想到自己, 自己分析自己的感觉, 自己一直顾念到自己的进步与否, 自己过度地挂虑自己的灵性情形, 都会拦阻我们前进。 奔跑路程的一个极大的危险, 就是因为我们急于进步的缘故, 就不知不觉地不断回想到自己的情形如何, 以致不能忘断以基于耶稣, 什么是仰望耶稣呢? 仰望耶稣就是不忘自己, 仰望耶稣就是被耶稣吸引你离开了你里面的世界, 而把你自己联合在你所仰望者的里面。 仰望怎样的耶稣呢? 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包罗万有的耶稣。 灵程前进的秘诀, 就是在乎知道如何合宜地不回想自己的情形, 知道什么是不忘自己的人有福了, 但愿神的灵亲自己是给我们看, 什么叫做忘断, 什么是不当有的回想。 我们看主耶稣如何奔跑呢?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主耶稣是望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而一直奔跑到那边。 这喜乐是什么喜乐呢? 他自己说,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喜乐。 太二五二十一, 这是指着他千禧年的喜乐, 我们的主是顺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 这是不错的。 但是, 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另一方面的事实, 就是神的赏赐和称许, 特别是国度, 也有一部分的影响在他身上。 我们的主也是围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经过了一切的羞辱和十字架而不退后。 为是摩上文说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而不说基督或主耶稣, 他复活后的称呼。 那, 我们知道耶稣是他为人的名字。 神所以叫我们仰望耶稣, 就是要叫我们注意到他为人的那一变。 他凭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 乃是他为神的一变。 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 乃是他为人的一变。 所以, 圣灵特为提起耶稣, 叫我们知道, 在他为人的一变, 赏赐也有他相当的影响的。 我们围着爱神而顺服神, 是不错的。 可是另一面, 神迹定归用赏赐吸引我们来忠心侍奉他, 那么我们因着前面的赏赐而有忠心的侍奉, 也必定不是错误。 保罗为时摩望迹背后, 努力面前地向着标杆直跑呢? 他自己回答说,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肥三, 奖赏, 既是神召人来得的, 既是保罗撇弃一切所要得的, 那么我们围着奖赏而忠心是奉神, 乃是神所喜欢的了。 我们的主因着国度的喜乐, 便轻看, 便忍受, 那么我们呢? 弟兄姊妹, 你曾否因为将来国度的荣耀而有所撇弃呢? 你曾否因为神的赏赐的缘故, 就不做你所要做的事, 或者做你所不要做的事呢? 如果这个喜乐会吸引我们的主, 难道这个喜乐不会吸引我们吗? 古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 因为要得着国度的荣耀, 便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主, 那么你呢? 我们所仰望的耶稣, 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来十二, 他如此, 在过程的原则上, 我们也当如此, 羞辱是人给他的, 他便轻看, 十字架是神给他的, 他便忍受, 他被人误会, 被人驱逐, 被人控告, 被人唾弃, 被人定罪, 但是他不以为意, 并非羞辱不厉害, 他所受的羞辱, 乃是常人所没有受过的, 并非他圣洁的情感, 不觉得被人侮辱的可羞, 他的感觉也许比别人还要来得敏锐, 但是他轻看, 他并不重视羞辱, 神所给他的十字架, 并非不重, 在人面前, 在鬼魔面前, 在天使面前, 他所要经过的, 并非不难, 但是我们的主忍受了十字架, 他接受, 他忍受, 结局怎样呢? 他得胜得到了他的终点,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等候荣耀的显现, 我们是何等要保守自己的面子呢? 我们怕羞辱, 我们怕人的误会, 怕人的批评, 怕人的反对, 我们尽力做一个圆满的人, 我们躲避羞辱, 我们不肯舍己, 不肯为主的缘故受羞辱, 就是受羞辱, 也是勉勉强强的, 不肯没有声音的, 没有辩护的, 没有躲避的, 接受惠十几的生命衰微的羞辱, 神所给的十字架, 我们并不肯背负, 我们没有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并不知道, 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神所许可的, 一切与我们心意相反的, 冤枉我们的, 使我们感觉痛苦的, 挫折我们境遇的, 使我们的希望成为泡影的, 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呢? 我们心里是否在那里反抗呢? 我们是否要见人就申诉呢? 我们是否巴不得能免去这些难处呢? 我们心里不服的态度, 要叫我们在这路上奔跑得不好, 神让每一个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 都有他特别的目的, 每一个十字架也都有他特别的使命, 都有他所要特别成功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旨意忍受了, 像主耶稣忍受他的十字架一样, 注意, 他的十字架乃是围着赎罪, 我们的并不是, 我们天然的生命就多一次经过对付, 我们就有更大的度量来充满神儿子复活的生命, 我们反抗, 不服的态度, 和挣扎求托的力量, 都会使神的目的不得成功, 使十字架空空临到我们身上, 没有成功神所要成功的, 神把主耶稣这样的摆在我们面前, 好叫我们效法他, 末了就告诉我们说,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来十二三, 这样就是指着他如何受人的凌辱, 欺武, 苦待, 唾弃, 鞭打, 伤害, 钉十字架, 十字架也有出乎人的一方面, 等等, 我们要思想, 要仔细地思想, 要逐一地思想过, 就不至于疲倦灰心, 当主向门徒提起, 在地上受逼迫的事实, 就说,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我们不能盼望的这比主耶稣更好的待遇, 学生和先生一样, 仆人和主人一样, 也就罢了, 我们所得的待遇, 并不更甚于主耶稣所得的, 就已经好了, 因为仁济骂家主是别西补, 何况他的家人呢, 但是, 他既在世上受那许多不堪的待遇, 就何况我们呢, 我们如果思想这个, 就纵然受苦, 受辱, 受反对, 也不至于疲倦灰心, 向着国度路程的奔跑, 最怕的就是疲倦灰心, 疲倦灰心, 可以做魂里疲倦沮丧, 魂是人情感, 心思, 意志的机关, 魂里疲倦沮丧, 意思就是魂没有力量, 意志违避了, 感觉冷淡了, 思想没有兴趣了, 什么好像都是空的, 什么都听其自然, 将来观免听命运, 在这个奔跑里, 最大的试探, 就是当反对的事物未及的时候, 好像招架不住了, 便放松了一切, 不再认真地奔跑去的天上的冠冕, 我们如果肯思想到主耶稣, 揣摩他的经历, 我们就不至于如此放松了, 积淀和他的三百人, 虽然疲乏, 还是追赶, 是八四, 我们应当虽然疲乏, 还是奔跑, 但愿我们都做赛跑的人, 但愿我们都奔跑一直到路中, 就是在我们奔跑的时候, 受了伤, 受了人的顶撞, 受了人的误会, 受了人的厌弃, 我们还应当因着主耶稣的缘故, 打起精神, 不疲倦地依然往前奔去, 在赛跑中, 有谁最得人的称赞呢? 就是那受了伤, 起来再跑, 结果得了第一的人, 这人必使人称赞不已, 所以, 受伤不成问题, 受苦不成问题, 就是好像要失败了, 也不成问题, 跌倒了再起来跑, 仍是最好的,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都在路上, 什么都算不得数, 到了路中才有定平, 我们不必因任何的缘故, 而自暴自弃, 而疲倦灰心, 我们要仰望为, 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我们爱满地区庭的路程, 我们是队人海峰的路程, 我们是队人海峰的路程, 然后我们需要的路程,